上次說到劉蕾派人去鄧崖那處請求投降,鄧崖很歡喜接受了,劉蕾這樣就放心了。 劉蕾派一位大臣叫蔣顯,帶了一道聖子去命令姜維投降魏軍,接著又派尚書李虎,將全國的戶口賊,軍兵馬匹,錢糧數目等等文件送給鄧崖,總計有戶口二十八萬, 男女九十四萬人,大甲將士十萬二千人,官吏四萬,糧食四十餘萬,金銀各二千斤,敢以採券各二十萬匹,還有其餘物資通通在倉庫裡。 同時,責定十二月初一日,軍臣出城投降,北地王劉臣聽到這個消息,怒氣衝天。 責定十二月初一日,軍臣出城投降,軍臣出城投降,軍臣出城投降。 責定十二月初一日,軍臣出城投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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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責定十二月初一日,軍臣出城投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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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劉神跟着,亲手杀了他三个儿子,又将他妻子崔夫人的头过了来,拿到他超列庙,即是祖庙,跪在地上,对着他阿爷劉比的臣位,哭得很伤心,他说, 神,没免去见祖宗基业,舍弃给他人,故此,先杀妻儿,断绝牵挂,然后将自己一条性命来报答祖先,阿爷,你如果有灵,就知道你阿孙的心啊, 刘臣大哭一场,哭得眼都流出血,然后就自问生死, 刘臣知道北地王自问,哎,这么叹口气,拧拧头,叫人撞了他, 刘臣知道他,所以,翌日,魏军浩浩荡荡来到了,刘臣率领太子,所有王子,以及文武大臣六十几人,将自己拧转手绑着,后面跟着一辆车,车上载着棺材,出去北门之外十里投降, 绑着自己,又有辆车载着棺材,去投降,这个乃是古时君王战败投降的一种仪式,叫做面膊愚蠢, 当时邓臣扶起刘臣,亲手和他解开一条绳,将车栋棺材都烧了,然后和刘臣一趴地坐车入城, 当时城都的老百姓,都在路边摆满响花,为拜欢迎魏军入城, 当时邓臣任命刘臣做嫖妓将军,其余的文武官员都各自按照原来的等级高低,任命官职, 封完官,邓臣请刘臣回去宫殿,然后出榜安民,接收仓库, 他又派了两名大臣,张俊和张绍,去招安国郡,去军民,派人去说服姜维,要他投降, 同时派侍者去洛阳报捷, 邓臣早就听闻王浩这个大太监为人奸险,想杀了他, 但是王浩用了很多很多金珠宝贝去收买邓崖的亲笋,帮他讲情, 结果呢,居然没有事, 那熟漢到这个时候就灭亡了, 当时是公元263年, 从刘比在公元221年清帝建立熟漢起, 到灭亡的时候止, 总共是42年的天下, 正所谓超烈经营, 良不易, 一朝工业的顿城灰, 现在讲讲讲蔣显, 他奉了刘禅的命令, 来到剑国见姜维, 宣读圣旨, 要姜维向魏国投降, 姜维真是犯梦都想不到, 一时之间, 震惊到他连说话都说不出声, 他报下那位将官听到, 生气得咬牙齿齿, 六眼吹嗽, 很多人都拔出刀来斩落石柱高声大叫, 我们在那里死战, 为什么这么快就投降先呢? 大家哭哭的声音, 在几十里这么远都听得见, 姜维看见人心思汗, 就跟大家说了, 各位不用忧心, 我有一条计策, 可以光伏看室的, 真的吗? 那就好了, 于是大家都纷纷问姜维有什么好计, 姜维叫大家走过来, 小小的说一条计策出来, 大家立刻就精神回来, 接着, 姜维叫人在剑角关上, 到处树起行旗, 同时派使者去中会的大本营, 说姜维要带张影, 廖法, 董卷等等将领来投降, 中会那种欢喜法就不再说了, 这一天, 姜维他们去到艺营见中会, 入到中军帐, 一见面中会就笑嘻嘻地说, 白若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啊? 姜维神情严肃, 流着眼泪地回答, 国家的全部军队, 都在我的手上, 今天来将军这些书, 都还是太快了那头啊, 姜维虽然是来投降的, 这些甚有骨气的, 中会不敢摆架子, 立即起身离开座位, 和姜维互相敬礼, 将姜维当作上宾地接待, 在谈谈的时候, 姜维对中会说, 听说将军由淮南起兵以来, 所有的重大决策, 从来没有一次失误, 司马仕之所以有今日这么轻盛, 是全靠将军来的力量, 我佩服到极, 故此甘心情愿, 向将军俯首投降, 如果好像邓崖那样, 我就一定跟他决一死战, 怎么肯投降他啊, 这几句说话, 恭维到中会周身宋大, 越倾越巧, 中会还咬断之战来发誓, 和姜维结拜做兄弟, 感情非常亲密, 他仍然叫姜维照旧带兵, 现在讲一下邓崖, 邓崖在成都封斯转到益州刺史, 天宏王企他就管理各州郡, 他在民族, 起了楼台来纪念征服西属的战功, 这一天, 他大排燕席的招待原来属国的官员, 喝到这么上下, 邓崖已经有几分酒意了, 他指着那些官员说, 你们好彩着我, 故事有今天, 若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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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, 你们全部消灭都可以了, 哈哈哈哈哈哈哈, 那班官员, 每個都站起來拜謝鄧艾的恩德,過了幾天,蔣遣回來了,說姜維已經投降到宗會了,鄧艾從此痛恨宗會了。 現在淑國已經忙了,下一步應該怎麼做呢?鄧艾有他一套打算,他將自己的打算寫了封信,派人送去洛陽給進攻司馬超。 封信的大意就是說,淑國已經平定,本應跟著去討伐東吳的。 不過,經過之征服淑國這場大戰之後,仗士都十分疲勞,如果馬上又要去打仗,就不適宜。 目前,已應當留兩萬名籠遊兵,兩萬名屬兵,而要他們主嚴連鐵建造戰選,為信留以下攻打東吳,作好一切準備,然後派出使者去吳國, 對他們說說明利害,這樣做,不用打就可以平定了。 現在應該好好地對待劉禪,給樣子的孫優看看。 現在就不要送劉禪來洛陽節,讓他先留在成都,到了明年冬天,再送他去洛陽也未遲。 因為現在突然間一下就把劉禪送去京師,忠就會起疑心,就會影響他們的歸順。 現在,應該封劉禪做扶豐王,上次多些知財給他,封他的兒子做東吼, 使人人都看得出歸順所帶來的好處。 就是這樣做法,就可以使得東吼的人一方面畏懼我們的威嚴, 同時又感激我們的義恩德,就會望風歸降。 司馬超看完鄧艾這封信,就對鄧艾極之懷疑, 懷疑他什麼呢?懷疑鄧艾自行其事,不服管。 於是司馬超先發了一封親不信給監軍圍管, 隨後就發佈命令,加封鄧艾的官, 在命令裡頭就大大表彰鄧艾的公職,封他做太尉,增加十一二萬戶, 又封鄧艾兩個兒子做亭口,每人十一一千戶。 鄧艾接受了封鄧的命令之後,監軍圍管就拿出司馬超的親筆信給鄧艾, 封信裡面說,鄧艾所說的事,需要稟咒天子之後,才能夠決定,不能夠隨便就做這樣。 鄧艾看罪就說, 最將在外, 國軍名有所不受, 我既然扶奉子出征, 為何又要做阻擋我的行動呢? 於是鄧艾又寫了封信, 叫來使帶回去洛陽, 其實, 當時朝廷上, 人人都私下議論,說鄧艾想謀反。 司馬超當然越加猜疑顧忌, 這一天, 事者回來, 呈上鄧艾的書信, 司馬超打開一看, 封信大義就說, 我鄧艾奉名西經, 已經降伏流善, 就應當權宜行事, 安定局面。 如果見見事情, 都要特等待朝廷的命令, 就會因為路途阻隔, 而拖延時間。 根據春秋的道理, 大臣出外, 凡是有利於國家社職的事, 自己作主做就是了。 現在吳國還未歸順, 勢必要和士叔國勾結聯合。 故此, 我們不應該被常規拘束著手腳, 至此失去大大好時機。 兵法有說, 盡不不求命, 退不避罪, 我鄧艾奉不會為了被嫌疑, 而做出有損國家的事。 我現時正按照原來的計劃去做, 並且將理由說說, 名譽上。 嘩, 不得了, 司馬超看完信吃了, 連王和賈聰商量, 他說, 鄧艾居公, 驕傲任意行事, 反觀的心已經外露了, 如之奈何啊。 賈聰想了一下就說, 啊, 主公, 你封鍾會更高的官爵, 等他來鉗制鄧艾, 這樣好不好呢? 嗯, 可以, 司馬超聽從賈聰的建議, 就派遣使者帶著趙書, 去封鍾會做司徒, 進封縣喉, 增加食一一萬壺, 封他兩個兒子為亭厚, 食一各一千壺。 同時就命令衛官監督兩路軍馬, 又寫了封親不信給衛官, 叫他和鍾會一起監視鄧艾, 提防鄧艾半邊, 終會受封之後, 就請姜衛來商量, 他說, 鄧艾的功勞, 是在我之上的, 又封得做太尉。 現在司馬公懷疑鄧艾有謀反的意思, 故此任命衛官做監軍, 命令我來鉗制他, 達若你有何高見呢? 姜衛說, 我聽聞鄧艾出身未戰, 世事是和人看牛的, 以此他僑倖由欽平的小路, 冒險到個懸崖朝碑, 立了這個大功, 其實你這裏並非良謀, 不過是託賴國家的鴻福。 若將軍你不是和我在劍國相持不下, 那鄧艾又怎能得到這麼大的成功? 現在鄧艾要封劉蟬做扶豐王, 那是為了籠落屬國的民心, 他想謀反的意思, 不用說都可以看得出來了, 進攻沒有懷疑錯他。 是,沒錯沒錯。 將軍,請你叫左右的人走開, 我有一件秘密的事要告訴將軍, 你們出去, 是, 張將軍, 有甚麼事? 請說, 江維見到處沒有外人, 就在三袖籠拿出一卷東西出來, 交給中匯, 打開一看, 原來是把地圖, 江維說, 當年諸葛母后出草爐的時候, 就是將這幅地圖獻給先帝的。 啊? 母后說, 益州的地方, 既野千里, 民恩國父, 可以建立大業, 先帝因此創立成都的基業。 現在鄧崖去到這個地方, 又甚麼不狂起上來? 是呀, 中匯得到這張地圖, 寬起到極, 他一邊看地圖, 另一邊指著逐度地問山川形勢, 江維逐一逐二講清楚他聽, 後來, 中匯又問, 用甚麼辦法剷除鄧崖好呢? 江維說, 不如這樣吧, 趁著進攻正是遺記鄧崖的時候, 將軍你上一份表章, 講明鄧崖企圖謀反的表現, 進攻就必定命令將軍你去討伐鄧崖的, 這樣一舉就可以抓到他了。 中匯聽他的, 立即派人送表章去洛陽, 說鄧崖專權, 胡作非為, 買好西屬的人, 很快就會造反了。 朝廷上的民武官員知道這個消息, 大為震驚了。 中匯又派人在半老, 截了鄧崖呈送朝廷的表文, 然後就按照鄧崖的筆法, 改寫過, 裏頭增加了很多傲慢的說話, 這樣一來, 就更加證明中匯的報告是真實的。 司馬超收到鄧崖的表章, 就是被中匯改過了, 一看, 扭到胡蘇都豎起, 立即派人去中匯署, 命令他捉鄧崖, 又派賈蔥帶三萬兵入爺谷, 司馬超本人, 和魏主曹煥, 如駕親睛。 西曹縣少帝就勸司馬超說, :「中匯的兵, 多成鄧崖六倍, 就這樣命令中匯去捉鄧崖就行了, 又何必名工你自己去呢?」 西曹縣少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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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曹縣少帝 foram逼完全遣過! 西曹縣少帝, 西曹縣少帝、 西曹縣少帝, 西曹縣少帝 infusedира食所忠盾, 西曹縣少帝, YES曹縣少帝的為今年德延了, 西曹縣少帝又mental mond。 西曹縣少帝很得有點離敗, 西曹縣少帝iami有目南綱的大跟未來天焊的時期待方便自不ennen, 西曹西曹縣少帝! 既然有這樣的義士,就應該保守秘密,不要洩漏。 司馬超很同意少帝的意見,就率領大軍起程。 當時賈聰也懷疑到終會可能叛變,就靜靜地跟司馬超說。 司馬超說:「如果派你去,難道也懷疑你嗎? 不用說那麼多,我到了長安,就有分數了。」 司馬超親自帶兵去到長安這個消息, 終會知道連王請姜惟來,一起研究怎樣去做鄧艾。 姜惟說:「這樣,先命令監軍衛冠去逮捕鄧艾。 鄧艾如果殺了衛冠,那他的背叛就是真的了。 到時將軍你起兵去討伐他就對了。 沒錯,於是終會就命令衛冠帶幾十人去成都,逮捕鄧艾父子。 衛冠手下的人,就勸衛冠不要去。 他就說:「這個是忠師徒,讓鄧禎西殺了將軍你。 用這個來證實他謀反而已。 將軍你千萬千萬不要去。」 衛冠說:「我知道,我有辦法。」 衛冠有什麼辦法呢? 原來他,在出發之前,先不先發出二、三十份核文。 在核文裡面說明,逢子逮捕鄧艾,其餘人等一概不追究, 早日來歸順的駕官盡長,膽敢不投降的就滅三組。 發出核文之後,跟著他準備兩架籌車, 就漏夜趕去成都。 究竟,還不足夠鄧艾呢? 就扯定下回,分解。